歡迎你收看由三藩市環保局所提供的 有關託兒所設施裏面左燃化物質的講座 三藩市環保局 是一個致力於解決各種有關環境問題的市政府部門 我們致力於保護氣候環境 並提供生活素質 計劃領域包括零浪費 低碳運輸 應對氣候變化 生物多樣性 可再生能源 和減少有毒物質 這個培訓是健康家庭 健康保育系列的一部分 這些培訓的著重點 是確保在家庭 和兒童保育場所中 受我們照顧的兒童 免受有毒化學物的危害 有關這些培訓的更多信息 請訪問SF Environment.org 這項特別的培訓 將重點放在左燃化物質上 我們將介紹什麼是左燃化物質 他們都用在哪一方面 和我們為什麼會對這個這麼關注 當前採取了什麼措施 來保護我們免受這些有毒化學物質的侵害 和我們怎樣可以減少和這些化學物質的接觸 首先 什麼是左燃化物質呢 左燃化物質 是研製出來 只在減緩火勢蔓延 他們作為添加劑用於某些產品裏面 以滿足對現在來說已經過了時的消防安全法規 他們在 1970年代開始流行 當時大多數建築物 都沒有灑水裝置 或者火災警報器 而且人們是可以在室內吸煙的 後來由於對這種化學物質的研究 發現其安全性和功效都存在著問題 所以他們正逐漸從很多家用產品裏面 被淘汰出去 左燃化物質 作為添加劑 用在一些嬰幼兒產品 電子產品 建築物隔離層 家具 和其他產品裏面 那這些 左燃化物質有特性 就是他們很容易 從產品裏面脫離出來 跟塵埃 粘附在一起 成為小小屋 並且釋放到空氣裏面 當灰塵落到 物體表現的時候 而小孩子又觸摸到這些表面 例如地板 和家具的平面 然後把手放在嘴裏面 又或者用手拿食物的話 這些含有左燃化物質的微粒 就進入到小孩子的體內 有些研究發現 因應有兒的血液裏面 左燃化物質的含量 是成年人的5到10倍 左燃化物質 會破壞小孩子的荷爾蒙分泌 使得大腦化育遲緩 降低IQ 並且會增加 耗動症 和過度肥胖 在他們成年的時候 還會降低生育能力 甚至致癌 左燃化物質 在自然界裏面 可以停留相當長壹段時間 而洗期尚移到食物鏈裏面 就好像我們 日常食用的蔬菜 又或者肉類 當前採取了什麼措施 來保護我們免受這些 有毒化化物質的侵害呢 在2019年 三藩市 已經禁止銷售含有 左燃化化物質的家具 和兒童產品 這樣了 加州亦通過了類似的法案 該法案於2020年1月生效 然後在美國其他的州 亦通過了類似的法案 我在這裏需要提出的例子 是 在2019年之後 三藩市所有帶軟枕的家具 都必須符合不二言的要求 但是跟以前不同的是 現在他們既要滿足不二言的要求 但又不可以在產品裏面 含有這個 左燃化化物的添加劑 所以呢 這些家具製造商 就只能夠選用其他 不二言的原材料 在2014年 加州 製造或者銷售的任何帶有軟枕的家具 都必須要貼上 好像這張圖 鑰匙的 這樣的標籤 這個標籤通常在椅子的下方 如果是沙發的話 在沙發的座墊下方 這個標籤的作用 就是標明 這個產品 是不含有任何 左燃化化物質的添加劑 如果你家裏 有應有兒用品 那你又想知道 他這些傢俬裏面 是不是含有左燃化物質的話呢 好不幸 因為 在法律 沒有法律要求 對這些 應有兒的產品 對這個左燃化物質進行標記 自2014年以來 好多公司都已經 淘汰使用 這些含有左燃化化物質的添加劑 到了2020年 他們已經是無法 在加州 使用這個左燃添加劑 製造 這些產品 或者是將這些產品在市場上銷售的 但是如果你買的是二手產品 而你又想了解這些產品是不是含有 左燃化物質的話呢 最好的方法 就向製造商來查詢了 那麼我們是有什麼辦法可以減少接觸到這些左燃化物質呢 那麼我們首先要看一下如果我們家裏的傢俬裏面 有沒有 傢俬 包裹層是破損了 而裏面的海綿電是裸露出來的呢 如果有的話 就要更換這個傢俬了 但是如果你很喜歡這個傢俬 那又怎麼辦呢 你可以通過當地的室內裝修店 要求他們將裏面的 泡沫 改為 不含 左燃添加劑的泡沫 並且重新包裹 還有就是要避免小孩子或者寵物 狠咬那些 帶有軟電的傢俬的包裹層 例如五碎電 高腳椅的座電 又或者是電子產品 最緊要一樣東西就是 要除塵了 正如我剛才曾經提過的 左燃化物質通常都會跟灰塵黏在一起 所以除塵就非常重要 但是呢 請確保在小孩子不在場的時候 才進行這個除塵工作 並且最好使用帶有HEPA過濾器的吸塵機 又或者是用Sup拖把 還有就要經常洗手 洗你的手和小孩子的手 特別是我們要為小孩子準備食物之前 和小孩子在進食之前都要洗手 在這裏 鼓勵大家 維護你作為消費者的權益 如果你需要購買 應有兒護理的傢俬或者產品的時候 請詢問銷售商 其產品 是不是含有左燃化物質 並且從做正確的事的公司 來購買 當然 如果你需要了解更多信息的話 可以遊覽 下列這幾個網站 還有就是你可以和我們部門的Polyo Hair 我們的資深環境專家 來聯繫並查詢 在這裏 我要感謝 我們這個項目的資助者 加州環保稿 健康嬰兒光明未來 和市長創新項目 並且多謝大家今日的收看 這個項目的觀看